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Rain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个视频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求职填些简历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五条建议 这五条建议的话不论你是刚入职职场的菜鸟 或者你已经在职场上摸爬滚打过很长时间的老鸟 寻求那种跳槽升职加薪的机会 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好的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首先第一条建议的话就是要在你的简历中 加入linkedin的链接 那为什么要加入linkedin的链接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是一些专业人士的数据分析 不论你是在哪个层级的职位 蓝色的这一条的话就代表你有一个 comprehensive的linkedin的简历资料 所以的话你有linkedin的简历 比起这些左边这两条是没有linkedin的简历 那你获得面试机会的概率都是会大大增加的 那怎么样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linkedin的资料 随机打开一个用户就像他这样子 首先这个头像的照片 然后后面他这个叫做banner 这个的话其实也是一个用来展示你自己品牌的一个形象 不论你是自己创业 或者你自己从事的行业工作 兴趣爱好 你都可以选相关的一些图片 来作为你的这个banner 就是可以让你对那些筛选简历的人一目了然 你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具体是干什么的 好的 然后基本资料之后的话就是你的这个experience 个人工作经历还有这个education的部分 那这个个人工作经历你看你要写的越完善越好 你在每个不同的工作具体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贡献 是比较需要突出的一些地方 最后呢 因为linkedin的话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找工作的平台 它也是一个社交平台 所以的话你要保持你的活跃度 它这边有这个activities 也是直接展示在你的个人资料这边的 你可以多发表一些po文 多和别人进行一个评论的互动 以及你拉到最后的话 还有一些来自linkedin好友对你的一些点评 或者说是你送出的一些点评 你把它当成一个社交平台 多多的与其他用户 其他组织进行一个互动 这样子的话就能表现出 你实时的在关注这个行业 去分享有价值的内容 把这三个部分的要点做得充实之后 你就可以把你linkedin页面的链接 放到你的简历当中去 那具体放进去的时候 也是有一个小技巧的 比如说你可以点击这个 add my url 然后的话在这边 edit your custom url 你可以把这个后缀改一下 就改到youtube同一个handle 你也可以编辑你自己的后缀 这样的话这个链接就会显得更加简洁一点 也更加正式一点 那我们回到这个图表 还有一些信息你要注意 你可以看到最左边的这两条柱状 分别是没有linkedin简历 no linkedin 还有就是附上了一个 没有什么内容的linkedin的简历 bearbones linkedin 相比之下 如果你在你的简历上 附上了你的linkedin的链接 但是你的linkedin页面 你的内容比较空白 这样子的话会反而降低 你获得面试的这个概率 所以的话其实就是 如果你linkedin页面没有编辑好 那你索性不要把这个链接放进去 最后一点的话 我们看到最右边的这条蓝色的柱状 是呈下降的趋势的 对应的这个职位分别是从这个entry level 到那个managerial level 也就是说你投递岗位的职集越高 那你在你的简历上附上linkedin链接的这个小技巧 所达到的效果 其实是慢慢的下降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能看出来 对于这种entry level 这种基础级别的来说 附上linkedin简历 你获得面试的几率的确是比没有付赏会增加一倍 第二个建议的话 你要在你的简历里面着重增加一些关键词 首先小公司的话可能是人工省会比较多 但是稍微大一点的公司的话 他们每天都是收到成千上万份的简历 他们第一步的话都是用机器筛选的 机器筛选的话就是抓取关键词 看你的简历 有没有提到他们机器录制进去的关键词 那比较重要的这些关键词的话 大家可以网上去搜得到 这边的话主要有两大类 一个是硬技能 还有一个是软技能 什么是硬技能呢 比如说你是一些软件开发人员 那你肯定简历里面要提到 你会这个java python 敏捷开发 api devops 什么之类的 如果你是投递 类似于数字营销 广告 策划什么之类的 那你肯定里面要着重强调 seo google analytics 广告投放 facebook数据分析 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硬技能 那还有个的话就是软技能 这个通常也是会被大家忽略的 软技能的话 更多就是相关于那些客服专员 那些销售专员 那些教育行业 还有医疗保险之类的专业人员 那软技巧的一些关键词的话 就类似于同理心 沟通技巧 冲突解决问题的能力 演讲 什么之类的 那大家尤其注意 在软技能的这些关键词当中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这些关键词 都往你简历上面放 这样即使过了机审 那在人工审核的时候 大概率也是会被pass掉的 主要的话就是 你要把这些关键词巧妙的 融入到你的实际的工作案例当中去 比如说你提了同理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后面就可以简短的附上一个 你具体是如何解决一个复杂的客户投诉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际案例 就可以对你提起的这些关键词 做一个更有力的支撑 效果就会远大于那些盲目堆砌起来的关键词 第三个的话就是在你的简历当中 要提供一个可以具体量化的 展现你具体实际成果的一些案例 一些数据 具体的描述你的工作成就 工作业绩的话 是有一个公式的 主要就是有三块内容 需要你来填充XYZ X的话就代表 你具体做了一个什么改变 做了一个什么决策 或者运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Y的话就代表你具体取得了一个 怎么样的数字上的一个成就 比如说你是做市场的 那你通过这个X更改了你这个销售渠道 或者变更了你的这个市场策略 然后你的营收提升了 具体提升了一个多少的数字 1000人民币就1000人民币 10000人民币就10000人民币 这个就是Y 最后Z的话就是要做一个比较 你可以和你的同行竞争对手比 也可以和自己比 自己的话也是可以和环比或者同比 去年在这个时期是增长了百分之多少 环比上个季度增长了多少 和你的同行竞争对手比 在整个市场你的份额又提升了多少的一个百分比 这样子的一个XYZ就会描述的很清晰 又比如说你通过X设计策划了一个营销活动 这个月或者这个季度给你带来了多少的新的订阅量 或者新的顾客1000个人或者2000个人之类的 这个就是Y 最后一个Z的话你可以不单单提及你这个订阅量 顾客新增量增加了百分之多少 你还可以提及新顾客给你带来了新的品牌曝光 给你带来了新的社交媒体的互动 并且具体的这个数值品牌曝光互动率比上一个月上个季度增加了百分之多少 在整个同行业当中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具体可量化的描述 就会使人士在浏览你的简历的时候觉得你的这个工作是比较立体形象的 你给公司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就是一目了然的 会大大增加想要给你面试机会的概率 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一个公司绩效向外部的展现 那我们肯定还有很多小伙伴只是做一些公司内部流程啊 内部工具的一些优化并没有涉及到外部利润增长变化的一个指标 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其实可以写你通过什么样的策略优化了这个员工的效率 他那个处理客户的投诉量每天从多少增加到了多少 能在短时间内更高质量的服务多少用户 间接的使公司的利润增长了百分之多少 如果只是一些内部流程工具的优化的话 就可以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样子来装饰你的简历 第四的话就是简历的长度最好控制在450到600个字之间 这是有机构做研究调查的 在这个数值区间的话 你的简历就会更容易吸引到人士 不要太短也不要太长 你想他们每天都会浏览成千上万份的简历 你写的太长 他们肯定也没时间去看 写的太短 那你这个人的确好像是没什么东西 那当然也有些例外 比如说你是申请什么教授级别 一些学术类的 比如说CFO或者特别高的这些职位 那你肯定是要一个很长长的好几节的简历来做一个支撑 那一般的职位的话就是这样 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 最后的话就是避免用太多的陈词烂调 什么是陈词的烂调呢 比如说一些词汇就像有什么团队精神 沟通能力强 有责任心 有激情 乐于奉献 什么之类的 像这些词汇的话 其实写了也就等于白写 反而会占有你的这个篇幅 一定要做到简洁高效 你投地的这个简历 需要哪些关键词你就稍微挑几个就行了 记住你的简历最好就是控制在500个字左右 你怎么能让这些陈词烂调 写了等于没写的这些东西来毁了你的简历呢 多写一些和你这些职位相关的描述 以及一些具体的实力来做支撑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你在撰写简历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物调比较重要的建议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去回看我的视频 重要的地方做一些笔记 那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找到你自己心意的工作的 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那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